为了让反读意识扎根校园 国际市子柜3001兔区 特别捐赠4万2千多本的反读漫画手册 给高雄市毒品防治局和教育局 来赠送给全高雄市国小三到四年级学童 反读手册 那里面其实非常的轻松 而且有趣的一个漫画 那也让小朋友很快的就能够知道 怎么认识毒品以及拒绝毒品的技巧 我们要落实反读教育的话 要往下砸根 就是想说 从国小开始 就好像我们在推那个品德教育一样 从最小的海统做起 印制这个无毒大丈夫的 反读的这个漫画的书籍 来提供给我们高雄市中小学学生 来认识毒品 来远离毒品 来达到我们反制毒品 防治毒品的这个决心跟作为 依据高检署统计 去年因吸食新兴毒品死亡人数达143人 毒房局数据显示 有75%的民众是因为好奇 使用毒品导致身心健康受损造成社会及治安问题 有些那么多的书本进入到我们的校园里头 让小朋友从基层就去了解 什么叫毒品 要拒绝毒品 我想这是应该是最杂根的一件事情 商毒的工作非常绵密 需要很多资源 我们真的非常高兴看到 我们社会资源能够积极的来做投入 我们议会这边也非常重视 我想我们一起在学校端一定会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毒品的缓制是全民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从小扎根是比较实在 除了捐赠反毒漫化 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也推行剧毒新运动 投入社区校园企业职场商圈及多元族群等六大防毒网络 建立防毒行动联盟 提升全民失毒 剧毒和防毒知能 新唐人也在电视里 涵高雄 蔡凤董